接下来要上场的 也是一直深受大家喜爱的 治愈戏 脱口秀演员 掌声欢迎小佳 现在的稿子 给自己打几分 满分 满分 想不想打他 我就被你想不想打他 我不玩家还看完这种 这人秀 看看小佳平时就这么狂 不要被台上小佳 那一份温暖 给你帮他迷惑了你知道吗 小佳在台下都是拿低红跟我们说话 活动满分了你可以吗 你可以吗 哎 够呛 我准备的比较长处 我尽力吧 你呢 我感觉自己准备的差不多 而且准备的还蛮久 应该还行 有信息 对 我蛮期待小佳的 因为上次小佳他说 他拿出的是第二好的稿件在突围三 我想看看他最好的稿件 会不会在这一轮出来 四个人的表演你都看过了吗 都看过 因为他们都不差 我还是有些紧张 但更多是兴奋吧 加油 一定可以冲断的 欢歌 做一只能…… 共coscos 뭐 Все 空 lying 说 这 Trinity 昨天我一个电影学院的朋友 让我去拍一部励志片 我是男主角 哇 他讲的是一个 体弱都病男孩的成长故事 这个故事的结局呢 是男孩开了个公司 娶了个心爱的姑娘 太励志了 他从来没想过 先给自己看病 关键这种剧情我妈特别爱看 看到人来又说 学学人家这么严重 还这么坚强 我说我是不够坚强 还是不够严重 因为是个年代戏 所以会有个角色来演我的小时候 这个角色呢 是变向全社会升级的 有一天我跟我朋友 在一个小房间 看二十多个小孩模仿我的视频 好笑又尴尬 有个小孩甚至是这样啊 我说我在这个小孩的阵子里 会不会太严重 我朋友说救他了 我说我 这个小孩跟我朝夕相处了半个月 他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学我 我每天看到他逐渐的丧心病狂 他学完我还要我夸他 哥哥你觉得我学你学得怎么样 我恍惚听有一种 被四岁小孩霸凌的感觉 后来呢 因为金会有限不拍了 然后我本来还挺难过的 但仔细想一想 最难过的是那个小孩 他磨还我半个月了 他会不会恢复不了呀 我真的 我到现在都特别害怕被当成是弱势群体 我上次在机场正常排队过完检 有个工作人员过来 他说你跟我走 我吓死了 然后把我带到了老幼孕蝉通道 他说去那排 我很生气 因为刚刚明明在那已经快排到了 我前面是一个孕户 后面是一个小孩 那个孕户还在看我到底哪里有问题 没办法 我只能 他说要不你排我前面吧 但某些时刻你会不自觉地 把自己带入到弱势群体这个身份 我上次在上海骑共享单车 被交警拦下来了 然后他说是机场机动车道 我说我第一次来 他说给你开个罚单吧 我就觉得他看我这样 他会同情我 我在等 等他说算了 结果他让我在罚单上签字 我就觉得是我表现得不够明显 我签字的时候就开始变得颤颤抖抖 他其实给过我台阶的 他说你来上海是来旅游的 还是来出差的 这时候如果你狗一点 你就说来看病的 但我骨子也诚实说 来旅游的 来旅游 那你有钱吗 就是他给我的第二个台阶 我说没钱 怎么旅游 我觉得所有群体都不止一种可能性 我跟我朋友说 我特别想演那种 警匪偏离绑架别人的人 他说 怎么绑架 你做的最好的绑架 就是大的绑架 你跟那个人是说你别动 你再动 我就绑不上了 但是我自己觉得我自身很强大 我觉得我这辈子永远不会到得绑架别人 但我也不会被生活所绑架 谢谢各位 谢谢小佳 喜欢他的朋友不要忘记为小佳投票 三 三 二 一 停锁片 哎呀 我好想看你演绑析啊 我觉得肯定会很好笑 我好想演啊 看有没有剧主需要 对 这个看托克秀大会的各个剧组啊 是不是 满足一下我们小佳的愿望 杰哥 今天感觉怎么样 今天在现场看 我眼泪已经就是止不住了 就非常的好笑 你知道吗 你眼里笑出来的 非常好笑 哦 不是不是感动啊 不是那个那种 没有 是非常好笑 这里面没有一点同情的泪水 全都是笑出来的 太好了 太好了 我觉得小佳今年的状态更好了 真的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而且他拿自个儿那点开玩笑的那种 让你觉得 就让你一下特别释怀 明白吗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你在发光的感觉 对 一直在发光 谢谢 我听说你们这一组 哎呀 这一组比较死亡啊 听说当时是你选择了王建国啊 对 因为我是第一个就是还选的 然后我就不知道选谁 就觉得建国可能比较好欺负吧 然后后来他们俩也加入了这一组 对 我觉得我们四个好像建国是那个特殊的人 你这不是道德绑架 你就是挖死鸡人 看我一下我看我一下 谢谢 小家获得四灯 请进入等待区 谢谢 毛豆在我前面 然后他的能量特别高 所以我在后台非常紧张 就是我感觉我接不住那个场 害怕吗下一轮 他应该只通了吧 哈哈哈 毛豆已经炸成那样了 但小家就是有能力让那个气 就变成他的气 把观众带进去 而写的也非常好 小家现在在台上这种感觉已经是真的可以封神 我觉得他打破了一种我们就是那种恐惧 觉得他特别可爱 好 要我妹 能拿他开玩笑了 脱口秀的很多意义就是在于 他能够打破你的思维表达恐惧 我觉得很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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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